李宗盛雄議員 好 大家早晨 온 line的弟弟姐妹 早晨 我們來看《列王幾下》第18章 18章 其實是挺長的 但其實是一個引子 從希西嘉開始 之後呢 一連幾張都會看到 希西嘉的故事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分段 第一節到第十六節是一段 說到希西家作猶大的王 然後十七節到最後是一段 就是希西家面對西納基納的挑戰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大段 第一節 以色列王以拉的兒子何世亞第三年 猶大王阿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登基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 他母親名叫阿比是撒加利亞的女兒 希西家行而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為一切所行的 他廢去丘坦毀壞處長 撼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 因為那時以色列人迎向銅蛇燒香 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塊 希西家倚靠而和華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後的猶太列王中 沒有一個及他的 因為他專靠耶路華總不離開 謹守耶路華所吩咐摩西的解明 耶路華與他同在 他無論往何處盡到亨通 他背叛不肯侍奉亞術王 希西家攻擊菲利士人直到加薩 並加薩的四景從遼亡流直到堅固城 看了這麼多章 終於有一個像樣的王興起了 就是在河西亞的年間 在猶大即南國那邊 阿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登基 登基的時候二十五歲 正是青壯的時候 作王二十九年 行耀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這一句就非常好 《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即是他以大衛為榜樣 以大衛的愛神 專注愛神為榜樣 於是他就效法他的先祖大衛 其實也讓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要怎樣去行 其實我們是有得選擇的 究竟我們效法誰呢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希西家作了一個 非常智慧的選擇 就是他選擇去效法大衛 以大衛為他的榜樣 大衛所做的,他也做 大衛怎樣去愛神 他也是怎樣去 所以結果第四節帶來一個 什麼的情況呢 就是他廢去憂壇 壞處長,撼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做的銅蛇 一年行了幾個德政 其實前面的南國的諸王 我們都說了 就是北國的問題就是有金牛 南國的問題就是有這些 的憂壇 很多的王呢,雖然行妖說眼中看為正的事 但是呢 憂壇也沒有辦法可以廢去 常常都後面有一句就是 只是憂壇還沒有廢去 只是憂壇還沒有廢去 那這次呢,終於等到這個希西家的時候呢 他不僅僅效法呢 這個大衛以大衛作榜樣 並且呢,他廢去憂壇 毀壞處長 成功地這樣呢 即是結淨整個的猶大地 將這個神所討厭 憂壇的猶壇呢 從當中來去除去 即是說呢 他帶來的一個建樹呢 就是要讓呢 南國猶大的信仰裡面呢 再沒有任何的參習 這些參習,這些不專心的東西呢 都被他除去 憂壇被他廢去 處長被他毀壞 這些處長,這些憂壇呢 都是先前的那些王呢 來到他南日 甚至再遠久一點的就是呢 這個索羅門的晚年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心 被他取的外邦的女子那些妃嬪呢 引誘 意思都是在以色列設立憂壇、處長 終於來到希西加的時候呢 這些索羅門種下的禍根呢 這些的憂壇和處長呢 都被他清除 其實已經過了很漫長的歲月 已經過了幾… 即是… 已經數不清很多的王朝之後呢 終於呢 以色列呢 從來歷史上 沒試過有這麼乾淨 這些的憂壇、處長呢 全部都被毀壞 坎下木偶,即是這些的偶像 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 更加甚至連摩西所造的銅蛇 都被他打碎 後面那裡特別說到 希西加叫銅蛇為銅塊 意思就是把這些銅蛇 變回銅塊 即將它砰爛它 砰到不再是那個形狀 這樣就… 拿些銅可能去做其他事情 為甚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摩西的銅蛇是甚麼呢 就是以前… 當年… 以色列人曾經犯罪得罪神 結果有火蛇進入他們的形中 咬傷人、咬死人 神就叫摩西做一條銅蛇 舉起那個銅蛇的時候 只要被火蛇咬傷的人 一看到那個銅蛇就得意志 結果來到希西加的年代 應該說來到希西加之前的年代的人 竟然把這條銅蛇 用來向他燒香 用來拜 即是這條銅蛇已經變質了 變質到一個地步 成為了一個偶像 以色列人向這個銅蛇燒香 本來這個銅蛇是用來紀念的 即是看見神在抗野裏 如何保守他們、醫治他們 但是… 偶爾偶爾就歪了 歪到一個地步 銅蛇本身也變成了一個偶像 以色列人向他們燒香 但是沒有人會覺得有問題 因為… 因為以色列人非常推崇摩西 所以因為這條銅蛇是摩西打造的 所以大家都不覺得他是偶像 向他燒香 但是也因為這個銅蛇 曾經帶來醫治、有能力 人就是這樣,很有趣 就是…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說法就是… 就是… 可能有一個是神的仆人 慢慢慢慢大家心裡 就將他高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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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舉到一個地步 可能這個木者最後… 就成為一個… 大家膜拜的對象 這樣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銅蛇也是這樣 嘗嘗嘗嘗嘗嘗的時候 竟然這個銅蛇就成為了一個偶像 但是大家不以為意 大家都不覺得有問題 又或者大家都覺得 因為是摩西所帶來的 以色列人的心中 摩西是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大家都不覺得有問題 直到希西加起來的時候 希西加看到那個問題所在 其實以色列人不應該向任何… 有形象的東西下敗 這個燒香這個動作 更加是乾泛十戒 所以希西加起來 不單是廢去這個憂坦 毀壞處長,撼下木偶 而摩西所造的這個銅蛇 他也將它打碎 也將它除去 第五節他說 希西加靠耶穫華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後的猶太列王中 沒有一個及他的 因為他專靠耶穫華總不離開 謹守耶穫華吩咐摩西的戒命 所以這裡看到希西加和前面的王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甚至聖經說 在他之前在他之後 再沒有一個王 及得他這樣 他是專靠耶穫華總不離開 即他是專心地去捉耶穫華神 單單地依靠神 總不離開 所以帶來一個什麼結果呢 就是耶穫華與他同在 他無論往何處去,盡到行同 這句說話真的好久沒出現過了 耶穫華與他同在 這句說話之前是用來描寫大衛 描寫早期的所羅門 今天這句說話再次出現在希西加的身上 而且他無論往何處盡到順利 神大大的祝福他 神大大的保守他 他這樣是專靠耶穫華 神就一直為他開路 所以他去到哪裡 無論做什麼事情 都非常的亨通 非常的順利 這個時候可以說 是南國的一個小中興的時期 他們再一次回到敬虔的生活裡面 也讓我們看到王的重要 當一個王決心來跟從神的時候 整個國家都被改變過來 相反這個時候 北國就越來越弱 南國就有一個這樣的小中興 這個中興在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是他無論去哪裡 盡到順利 神祝福他 所以他也因為見到自己的順利 他就背 因為這個小中興的緣故呢 他就背叛這個壓述王 不肯侍奉這個壓述 因為這個小中興的緣故呢 以後的以色列呢 他們已經是 好像成為了壓述的附庸國一樣 所以他因為神祝福他 他所有的事情呢 都亨通順利 所以他就覺得可以背叛這個壓述王 不想再向這個壓述來進攻 那麼第八節呢 就特別提到 希西加攻擊菲利士人 直到加薩 加薩的四景 從遼望流到堅固城 這樣 這個描寫呢 亦都在這個的以色列當中 很久沒有出現過了 反而呢 反過來就是 他們常常都是被別人欺凌 被別人去壓迫來打 然後喪失土地 這樣可以反過來 可以去打勝仗 可以去收回這些地方呢 其實是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就是一個國力的指標 特別呢 就是他勝過這些菲利士人 這些強敵 然後呢 收回這個加薩 從這個遼望流直到堅固城 其實這個加薩這個地方 是不容易打的 但是呢 這些是一些所謂的stronghold 就是一些堅固的營旅堅城 但是呢 希西加都將它打下來 得著這個加薩呢 對這個南朝來講呢 南國來講呢 也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 一個的勝利 因為加薩其實就是 今天我們 直到今天我們都叫它做加薩走廊 就是埃及如果要通往歐洲 亞洲的時候呢 必經這一條路 所以這一條路呢 甚至被稱為 Kings Highway 就是這個帝王大道 其實是當時這個年代的時候呢 一個商業活動非常頻繁的一個地方 很多這些貨物 很多這些貨物 錢財都經過這個地方來往來貿易 所以誰得著這個土地就可以有稅收 那些經過的商旅呢 都要留下買一路錢 所以其實呢 得著這個地方呢 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呢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益處 所以呢 聖經在這裡特別記載 因為神祝福他 他去到哪裡都亨通 所以呢 他就可以收回這些地方 勝過這些菲利士人 因為菲利士人控制住這個地方 所以呢 當他可以這樣去勝過這些菲利士人的時候呢 對國家的整個角力 經濟呢 是有非常之大的益處的 所以呢 我們再看第九節 希世家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 以太太的兒子 河世亞第七年 阿瑟王薩曼以色上來圍困 撒瑪利亞 過了三年就功取了成 希世家第六年 以色列王河世亞第九年 撒瑪利亞被功取了 阿瑟王將以色列人老到阿瑟 把他們安置在哈列與歌山的哈伯河邊 並抹代人的成一 都因他們不聽從耶穫華他們神的話 違背他的藥 就是耶穫華 伯仁摩西所吩咐他們所當守的 九到十二節 突然插進來的時候 說到希世家第四年的時候 北國以色列正式被阿瑟忙了 阿瑟就功取了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就是北國以色列的首都 所以你想想 首都被人拿了的時候 其實這個國家就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個河西亞甚至被撒瑪到阿瑟當中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北國不肯聽從曉華他們神的話 違背他們的藥 其實真正的北國亡國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敵人太強大 也不是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話 神其實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猜獻師之 苦口婆心 什麼方法都用盡了 叫這些的以色列人回頭回頭回頭 但是可惜 他們不單止沒有回頭 還要是一個 就是一個王 衰過一個王 一直行要說眼中汗為惡的事 一直堆積神的憤怒 到最後神終於忍心 將他們交在這個阿瑟王的手中 阿瑟就奪取了撒馬利亞 將以色列人擄走 讓其他人進入這塊土地 來代替以色列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北國的命運 對於南國來說 亦都敲響了一個很大的警鐘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在信仰上 其實可能希西加也看見 北國那邊的情況 所以他決定要重新歸向耶穫華 他看見神才是一切問題的精結和答案 所以希西加就起來 就效法這個大衛 以大衛為榜樣 結果帶來南國的一片中興 可惜北國始終逃不過 這個亡國的命運 甚至被老 十三節我們看 希西加王十四年 阿瑟王 阿瑟王西拿基納上來 圍攻 上來攻擊猶大 一切堅固成張誠 攻取 猶大王 希西加的警察去拉吉見阿瑟王 說 我有罪了求你離開我 凡你罰我的 我必成當 於是阿瑟王 罰猶大王希西加的銀子三百他年得 金子三十他年得 希西加就把耶穫華殿裡和皇宮府府裡所有的銀子都吸了他 那時猶大王 希西加將耶穫華殿門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掛下來吸了阿瑟王 在希西加王十四年的時候 就是他做皇帝已經十四年了 在一片中興的當中的時候 這個阿瑟王 希西拿基納上來攻擊猶大 為什麼他會上來攻擊猶大 因為他已經成功滅了不覺 所以他乘著這個威勢 再下來攻取 要攻打猶大 因為猶大背叛他 不肯向他進攻 當然了 阿瑟王也知道 猶大拿了加薩下來的時候 將來… 即是他… 他這個時候來攻擊猶大的時候 他要重新拿回這一帶的控制權 要猶大連連地向他進攻 這個就是阿瑟王的目的 所以阿瑟王就來攻打猶大 然後拿了一些城 希西家就找人去見阿瑟王 就說你求你離開我 你罰我什麼我都給你 這個阿瑟王開了一個條件 就是銀子三百他年得 金子三十他年得 這個佛單一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足夠希西家 將國父全部清光 作為一個賠償 就交給這個阿瑟王 但是這裡當然我們忍不住 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既然南國已經是一片中興的當中 為什麼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但是這個也值得我們去思想的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就是當阿瑟王來攻打猶大的時候 希西家的反應是什麼呢 希西家其實已經專心仰望以靠神 但是當阿瑟的大軍來到的時候 當阿瑟攻取了一些城池的時候 希西家沒有去求問神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猜獻使者就是跟阿瑟說 他說我得罪你了 對不起,是我壞,是我錯 你罰我嗎?你罰我嗎?我都答應你了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用賠償 這個賠款來解決這一件的問題 但是他並沒有把這件事帶到神的面前 其實在這個位置 可能神也在那裡仰望 可能神也在那裡試一試這個希西家 究竟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他是怎樣做的呢 他愛神沒錯 他已經廢墟休坦 撼下一切的處象 甚至連摩西的銅蛇都打碎了 但是遇到真正困難的時候又怎樣呢 人有時候很有趣 有些人在信景裡的時候 懂得去依靠神 但是在逆境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失失去分寸 不懂得去捉住神 有些人反過來 信景的時候就大大的得罪神 逆境的時候就懂得抱住神 懂得在捉住神 真的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分別 今天我們可能都要問問自己 我們是哪一種呢 我們是逆境中捉住神的人 還是在信景中捉住神的人呢 還是我們逆境、信景都不會捉住神呢 還是逆境、信景中我們都捉住神呢 其實這是一個挑戰 希西家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當阿瑞王這樣來攻擊他的時候 他沒有去求問神 他所作的決定是在懼怕中所作的決定 因為見到阿瑞已經亡了不覺 再來勢洶洶已經連取幾個城市的時候 其實他裡面有懼怕 他就在這個懼怕當中 條件反射自然的反應就是 對不起…是我錯 你罰我吧…我都照做了 希望了解這件事 如果用錢可以解決就用錢解決 不要煩了 不要搞其他事情 如果當作破財擋災 這是不是今天我們的心態呢 其實問題就是 當人在懼怕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每一個事情 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其實都是錯的 希西家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在懼怕中做的 結果他就賠償了他各父裡面所有的錢 賠償了各父裡面所有的錢 問題就是解決了嗎 問題就是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遇到困難 我們要解決困難的方式 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 如果不是以神的法則做的話 你會發覺那個問題好像 脫不了尾一樣 即他不停地重複又出現 重複又出現 然後好像完全沒有辦法 畫上句號一樣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段落 十七節開始 阿術王從拉吉差遣他以探 拉白薩利和拉白沙基 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 到希西家王那裡去 他們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上池的水溝旁 在漂浮地的大路上 他們呼叫王的時候 就有希勒家的兒子 加載伊利亞勁 並書記謝伯拿和阿薩的兒子 使官約亞出來見他們 拉白沙基說 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 阿術大王如此說 你所倚靠的有什麼可以仗賴的呢 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 我漢不過是虛華 你到底倚靠誰才背叛我呢 漢那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哪壓傷的偉象 人若靠這象就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一向倚靠他的人 也是這樣 你們若對我說 我們倚靠耶路還我們的神 喜世家豈不是將神的邱坦和祭坦廢去 且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 你們當在耶路撒冷這坦前敬拜嗎 現在你把檔頭給我主阿薯和 我給你二千匹馬 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救不救 若不然怎能打敗我主神部中最少的軍長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戰車馬兵嗎 現在我上來攻擊毀滅滅者成 豈會有搖滑的意思嗎 搖滑吩咐我說你上去攻擊毀滅者成吧 前面雖然希世家將他的國父 甚至將他在搖滑殿上面包的金全部刮下來 即是真的當盡 刮到盡 這樣交給阿薯 但阿薯收到錢之後 並沒有履行他的承諾 收到錢之後繼續來攻打 甚至現在打到耶路撒冷 將耶路撒冷團團的圍困 這個阿薯王的手下 甚至大言不殘地 這樣說了一番說話 這番說話裡面有些是有道理的 第一個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猶大背叛 所以他就問猶大你憑什麼背叛我 你幾斤幾兩 你不看自己究竟是什麼身世 你是以仗著 你打算是靠埃及來去叛變嗎 但我告訴你 埃及的法老不過是一個奴偉像 即是他靠不住的 他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些實質的硬堅硬的木頭 只是奴偉 奴偉是屬於草科 即是軟的 如果你靠他的話 必定會刺傷你的手 他根本是靠不住 而且這個是埃及一向以來的做法 就是你去依靠他的時候 然後他拿你一些好處 到你真正需要他的時候 其實他拍屁股 根本就不會理你 埃及是靠不住的 這個是真的 埃及是靠不住的 埃及當然也代表世界 世界是靠不住的 你以為可以這樣去靠世界嗎 其實世界是不可靠 這個是他說得對 所以希西家根本不應該靠埃及 其實在這個時候 希西家的心裡 也真的有想過靠埃及 希望埃及可以為他提出援手 不過這個拉伯沙基有一樣東西錯了 拉伯沙基就覺得 如果你是靠謠和神的話 都靠不住 埃及不可靠 就是對這個亞瑟王來說 埃及不可靠 神更加不可靠 如果你要靠神的話 怎麼可以呢 所以甚至他在這裡大言不殘 當然他以他的強姓 來欺壓耶路撒冷 我給你一些馬 你有沒有人可以騎 所以甚至他提出 如果你打算是靠神的 但你都把那些邱坦 那些全部都毀壞了 然後就叫人來耶路撒冷 就是去侍奉耶路撒冷 但是現在我已經圍困耶路撒冷 即是很顯明 你的神都靠不住 你的神根本就救不到你 所以在這個拉伯沙基的心中 埃及靠不到 神也都靠不到 意思就是 不如你早早投降算了 這個就是拉伯沙基那番說話 所帶來的一個意思 我們看看他們怎樣回應 26字 希世家的兒子 希世家的兒子 伊利亞敬和謝伯拿 若亞對拉伯沙基說 求你用阿蘭語言和伯仁說話 因為我們懂得 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 達到成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說 我主差顯我來 豈是單對你和你的主樹 這些華媽 不也是對這些坐在成上 要與你們一同吃自己睡 學自己尿的人說嗎 於是拉伯沙基站著 用猶大言語大聲咸著說 你們當聽阿蘇大王的話 黃如此說 你們不要被希世家欺控了 因他不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 也不要聽希世家使你們依靠耶和華說 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 這成必不交在阿蘇王的手中 不要聽希世家的話 因阿蘇王如此說 你們要與我們和好出來投降我 各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的果子 喝自己井裡的水 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 與你們本地一樣 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 有橄欖樹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們存活不至於死 希世家勸你們 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 你們不要聽他的話 列國的神有哪一個救他的本國 脫離阿蘇王的手呢 哈馬阿爾伯的神在哪裏呢 西伐雅欽娜以亞的神在哪裏呢 他們曾救撒馬利亞脫離我的手嗎 這些國的神有誰曾救自己的國脫離我的手呢 難道以華能拯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嗎 百姓正物不言 並不回答一句 因為黃曾吩咐說 不要回答他 當下希勒家的兒子 在這番對話的時候 南國猶大的官員 就跟亞術王派來的人說 求你用阿蘭的言語跟我們說話 因為我們懂得聽 不要用猶大人的言語 免得百姓聽見 這個請求其實也很奇怪 對方是圍困你的敵人 你這個請求就告訴你 不要用這些言語 因為免得我們的百姓聽得明白 這個請求其實是否很奇怪 人家離得來者不善 還要是圍城 他怎會聽你的說話呢 就是功誠為下 功心為上 人家打得來打得你 還要就著你嗎 但為何會有這樣的請求呢 其實你們看到 整個的猶大國 現在都被一個懼怕來籠罩著 他們面對亞術的確是害怕 亞術也是當時非常之強盛 所以北國已經不堪一擊地被毀了 被擄了 所以來到南國的城下的時候 其實整個國家都在一片懼怕裏面 而這些官員更加怕百姓的怕 什麼意思呢 就是百姓如果聽到這些的話 他們的心都消化 而這些官員很怕百姓都害怕 所以其實上上下下都在懼怕裏面 失散方存 所以他們才會提出一個這麼… 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要求真的… 真的有點低 對吧 你怎麼會向你的仇敵提出這樣的要求呢 如果他會這樣顧念你的話 他就不來打你了 他都已經冰臨盛下了 他還要在言語上 就是要答應你的要求 不可能的 所以對方根本就不理 對方就說 我就是要用這些言語 你以為我只是告訴你 你和你的王聽嗎 難道我不是要讓 盛女的百姓都聽見嗎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亦都看見 猶大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困境當中 他們都知道自己 如果要打的話 真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一場著 城中的百姓可能都已經打定輸數了 不過這個拉伯沙基 繼續他的氣嫌 在這個驕傲當中的說話 這一番的說話 特別是針對神而說的 他就說 你們不要聽希西嘉的亂說 希西嘉告訴你 神會救你們 脫離亞瑟王的手 是不可能的 是不會的 然後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他就說到 從來沒有人可以在亞瑟王的手中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神 可以在亞瑟王的手中 把自己的國家救回來 所以其實他在這裡所說的說話是什麼 是叫他們出來投降 叫那些成宗的以色列人出來投降 投降反而有好處 投降就是 亞瑟會把你們帶去 有無花果樹 有葡萄園 有井水可以喝的地方 跟這裡一樣 即是他們打算 連這個南國猶大的人都擄走 但是這個拉伯沙基所說的說話 是不是真的 其實他們把以色列人擄走 可能擄去的地方 都是一個繁華的地方 也不一定 所以他說的說話 又不是完全錯的 如果他們願意出來投降的話 只不過面對的問題 就是移民去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繼續按据樂業 不過你們就再不是一個國家了 某程度上 只需要你們安安天天過生活 生活上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可能在整個國家的文化 自由、信仰上面 就受到一定的規限 這個就是 這個拉伯沙基所提出的一個條件 就勸行於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呢 其實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地方 其實是神應許給他們的 這個地方之所以的特別 特別是因為他們跟神之間有一個約 如果他們出來投降的話 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們跟神的關係 跟神之間的關係 就蒙上了一層的陰影 在當中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怎麼舉例呢 有時候 譬如假設 你有一間的祖屋 是不是 為什麼有很多人 很不願意 賣了一間祖屋 或者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人和地方之間的連結 是很有趣的 這個地方是神賜給他們的 所以他們對這個土地 有一個感情 還有就是 當我們活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在背後 其實這也是一個關係的體驗 和表現 當你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關係 就少了一些東西等等 所以 以色列人當然千般不想 萬般不願 不想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 亞瑟王 就提出一個這樣的條件 然後 就跟他說 你們不要傻了 這個當中 沒有任何的神 曾經可以救他們自己的國家 脫離亞瑟王的手 最後 他甚至拿了一個 最要命的例子出來 就是 貪門曾救撒馬利亞 脫離我的手嗎 撒馬利亞都已經淪陷了 不過 以色列都已經滅亡了 然後被老走了 好了 不過 都是信靠以色列的神 都是信靠耀華 耀華既沒有保護到不覺 你憑什麼告訴我們 南國會受到神的保護呢 這個就是 拉伯沙基的說話 這一刻真的 追蹤了 以色列人 即是猶大人的心 對 北國都已經滅亡了 其實這也是 希西加為何會慌亂的原因 因為他看到北國的亡國 看到亞瑟的大軍的時候 所以他們整個國家 其實都在一片懼怕的籠罩之下 所以 拉伯沙基就說 有哪一個神 可以救到他自己的國家呢 當然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百姓都不敢回答 亦都因為黃吩咐過 就是不要回應他們 不要回答他們 但是呢 這幾個的家宰 這幾個大臣 聽到這番說話的時候 他們都私力依服 回到希西加的面前 把這個 拉伯沙基的說話 告訴希西加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國家面對最大最大的危機 一個危難 甚至他們無言以對 因為一提到北國的滅亡的時候 實在在這個時候 他們心裡的懼怕 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究竟神是否真的會救我們呢 究竟神是否真的會幫我們呢 第一次 當我們面對我們人生困難的時候 會不會都去到一個地步 我們都會懷疑呢 我們都去問神 神你是不是真的會幫我們呢 神你是不是真的會看著我 神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去扭轉這一切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信心的一個考驗 究竟我們的信心有多真實呢 雖然希西加帶來了一片的中興 但是這個也是 在這個中興當中的一個 強大的一個考驗 這個考驗就是 考驗他對神的信心有多真 考驗他對神的相信 究竟去到哪裡 在危難當中 是否仍然可以堅定地守住他的信仰 堅定地相信神一定會拯救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我們明天就會知道 但是今天我們真的都要問自己 我們的信心又在哪裡呢 我們是否真的遇到困難的時候 仍然能夠堅信 在困難當中 我們可以緊緊地捉住神呢 還是其實我們都是在荒亂 懼懼怕當中 來做決定呢 願神,你幫助我們 我們每天都要依靠我們的神 因為祂是創天祖地的主 Hallelujah 神明中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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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為你來發光 祝你真好 你對我真真好 因為有你 我則為你 無心為你 無心為你 你是我心為心 耶穌 神明中的每一刻 神明中的每一刻 我要為你來發光 祝你真好 你對我真真好 神明中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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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是明朗 真心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最美丽 明明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是明朗 真心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是明朗 明明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是明朗 前行 祢最美丽 永远 充满荣耀 是我的能力 耶稣 祢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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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祢是明朗 耶稣 祢 衍得完全的心 祝我们每一天都要为你 祝你能够好奇的回答 在你眼里有任何 谁让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 难成的事 祝你能够好奇的回答 在你眼里有任何 不可能的现实 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你能够好奇的回答 我向你却心期待 你身体如此正式 祝你能够好奇的回答 在你眼里有任何 我感到完全 我感到完全 我要确心的相信 你身体如此正式 不是自己 你身体如此正式 你身体如此正式 不是自己 你身体如此正式 你身体如此正式 我感到完全不可能的现实 不是自己 你身体如此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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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几下十八章 十八章 讲得很清楚 十二节 祝他们不停从耶和话 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弱 就是耶和话 仆人摩西 吩咐他们所当守的 成败得失 不是在于我们的实力 是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好 我们去开口 再次将自己对传使 认定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认定一切在乎神 开口认定祂 唯有祂 成败得神 在于我们和神的关系 为这些心去讨过 高举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在万事上掌权的神 祝我们认定祂 这是一个国家的成败轻衰 甚至不国的亡国 在历史上再一次告诉我们 不是在于我们所见到的环境 是在于我们和神你的关系 祝今天多谢祢 透过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 祝我们认定祢 再次让我们飘离了 我拾了的心 今天早上再次和祢对齐 祢才是成败得神的关键 我们和祢的关系 才是成败得神的关键 祝我们认定祢 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祝我们高举祢的名 祢万事上掌权 人的生命中掌权 历史中掌权 国运中掌权 在全世界全地掌权 祝我们再一次来认定祢 高举祢 第一次我们今天见到南国 犹大王弃世家 当他依靠 专靠耶和华 不离开神 紧守摩西的解明的时候 神与他同在 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尽到恨同 但是是不是就这样 从此一帆风顺呢 不是啊 今天的生命里面 他面对很大的考验 是不是跟你跟我一样呢 是不是我们 都面对着一定的考验 心里面觉得很恐惧呢 在世家怎么回应这些恐惧呢 面对亚述皇公极犹大 一切坚固成 他怎么面对呢 他选择破财党灾 他没有全选择去寻求生 这个是不是同样我们的光景呢 在一些问题里面觉得 钱解决到就快点用钱解决吧 我们有没有来安静自己去寻求生呢 起世家去试图去找埃及 这个是不是同样都是我们的光景呢 找一些势力可以帮到自己的呢 甚至乎我们今天见到南国的官员 向亚述皇的官员去祈求 不要用犹大言语 百姓会听到的 用雅兰言语 这种无理的请求 敌人会听吗 会就着我们吗 都是恐惧的里面 这个是不是同样我们的光景呢 想向我们的仇敌去赶架呢 今天全篇都有很多受敌的声音 你说你有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话 假的 你人哪里救啊 你怎么生存啊 你不要听他说啊 没用的 你没得吃的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同样听到仇敌的声音呢 你换个地方吧 一样的 以色列人 在围奴出埃及之地 被神拯救 今天 是不是要放弃 去雅述围奴呢 是不是兜一个大圈 去放弃神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呢 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 是为求生存 还是按照神的应许 我们用信心 继续往前行呢 我们都为自己的心理痛苦 神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多谢你透过联网几下十八章 再次来给我们有美好的提醒 是我们承认 我们以中很多这些受敌的声音 我们怀疑我们的能力 我们怀疑我们手头的人 是不是真的足够呢 我们的人手 我们的能力 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 这一切一切都是很具体 我们的恐惧 神的话 来到我们的耳边 但在环境上 我们觉得不要听 因为就好像不过一样 同样都望过 在我们眼中 同样很多人 都是这样认到 神真的能够这样救我们到底吗 神我们承认 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恐惧 主要有很多仇敌的声音 但是这个正正 是你容许给我们一个考验 主我们承认 我们的生活上 很多时候都真的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面对很多的恐惧和考验 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 在这一切的困境里面 我们是否单单要存活不至于死 我们就可以放弃一切 主你给我们的应许 你是一位守恶的神 不过之所以望过 是因为他背叛同你的弱 你是守恶的 你是守恶的 主我们再次相信 选择相信你的弱 相信你不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在这一切艰难的里面 我们不要选择放弃 我们要选择 继续的来依靠你 专靠你 主这个的考验 正正是我们是否依靠你到底的考验 主在世间之前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主我们求你来念我们每一个 主我们是艰难在考验的里面 在恐惧的里面 你被我们选择 再次对准你 依靠你 再次不离开你 不离开你 不离开你 不再要用自己的方法 不要听这个仇敌的声音 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相信你的能力 主我们定义你 信靠你 但若看到 难过我无处 你能明显的完整 我要诚心的相信 你曾经如此尝试 不是自己 依靠是你 乃是依靠你的力 我想你却心悉到 你曾经如此尝试 列王几下十八章 第六节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紧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戒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行通 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尊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要华与他同在 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行通 起世家的心 倾向神 神祝福保守他 亨通信利 但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 恐惧一来的时候 他就失了方寸 忘记去尋求神 捉紧神 借助的反应 就是用金钱来解决 但是解决不了 你姐妹 今天 我们对神的依靠 我们对神的专注 又够不够了 当有困难来 当有冲击来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 是什么呢 我们是在惧怕里面做决定 还是我们能够退一步 仰望熟近神 这个才是关键 你接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心 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圣灵求你进入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程度的惧怕 我们惧怕的东西 不尽都一样 主要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承认 我们有圆弱 我们有不足 主我们爱你 主我们信你 但是有时 我们信不足 主要当事情临到 当困难 危难临到的时候 惧怕就在我们心中作祸 以至到我们有时 会失去方寸 甚至我们忘记了 你就在我们的心中 主要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呼求 向你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取去我们里面 一切的惧怕 将你的爱 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 主要你的爱 永不离开我们 主要你完全的爱 要在这一刻 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主要因为爱既完全 就将惧怕除去 主要我们要紧紧的 来到去拥抱你 捉紧你 拥抱你的爱 捉住你给我们一切的 应许 主要让我们的心 不再拥抱 让我们可以起来 对我们自己的心 来到去说话 我的心 不要拥抱 应当仰望神 因为你的神 爱你 总不撇下你 总不吊弃你 所以我的心 要迎归安乐 因为神 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盛过一切的恐惧 让我们在这个爱里面 得意志 得完全 让我们能够紧紧的 捉紧你 跟从你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命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